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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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发现呢 其实事与愿违并不是这么简单 那么为什么 但是后来呢 他给到我们手里呢 就是这个房子呢 就是很顺利的就是卖掉了 卖掉了一个比他想象还要好的价格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事情 对 他们也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 但是为什么 对 我们想今天其实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那么这个酒香是不是真的不怕象的深 房子是不是真的自己会说话 特别是在这个火热的房产时代 就什么房子都能卖得掉的情况下 对对对 那您的房子该怎么让您的房子最大利益最大化 这个可能是每一位房主 想卖房的房主最关心的东西 当然这其中其实牵扯到很多我们自己的一些小秘密 一些商品的内容 但是出于就是让所有的房主都能就是说 得到您最想知道的东西 我们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其实有很多一直在收看我们节目的 包括跟我们合作过的房主 他们都知道就是我们三个的房子都是卖的非常快的 而且我们三个真的不夸张点的说 基本上算是八户的一匹三匹黑马啊 最新的排名 白马好不好 干嘛黑马 对 在我们小李 我们上期最新的排名已经排到十几名去了 对 开类也是一样 对 非常非常不容易 我们仨都是在 就是说总共有一千五百个中 我们都在逼一条 这是因为我们都不是说做了十几年二十年的老中介 我们都是几年的中介 不算非常的长 但在这样竞争激烈的那个中介这个市场上 我们可以做的还算不差的话 一定是有我们的原因 我觉得成功一定不是偶然的 所以这其中有很多就是可能你感兴趣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锁定的地方 我觉得可能除了我自己个人觉得呢 就是除了辛勤努力了解这个市场 这个很诚信的为大家服务 这些基本的这些原则以外呢 可能我们三个有一个共同点 也这是为什么我们三个走到一起做这个节目 就是说我们三个人呢 都比较重视做这个市场 而且呢我们也比较善于做市场 对 我其实老给老跟那个大家开玩笑哈 就是说那么世界上最好吃的汉堡包 是不是麦当劳的Big Mac呢 对吧 如果你觉得是的话 那你的口味真是有点重哈 但是这个麦当劳的Big Mac 是世界上卖的最好的汉堡包 因为它实际上最会做宣传的汉堡包 OK 所以我们呢就是说 我们三个人我们虽然来自于不同的经历 但是我们有一点相同 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行业之前 我们都是做了很多年 或者是很专业的做市场的工作 因为我知道小李在这个加入Buff Thompson之前呢 也是个首先他学的 本科和硕士都在本土 我们学的这个市场营销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从事的也是市场营销的工作 在本地的企业 那么小李呢其实一加入到Buff Thompson 他就是在这个电视上的做广告啊 这个广播上做广告 包括网站上做广告 这都是属于比较先行者啊 所以 谢谢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先行者 但是这么立体的是比较先行者 对 我比较重视这些 比较重视这个 比较重视非常自己的宣传 对对对 包括我们家不到就是三岁的小儿子 现在都知道 哦一看小李 他们会说很少的中文 就知道这是小李 可见多深入 我一进去做Prizo的时候 人家都是那个小朋友见到 我说那个买房卖房就要找小李 他说记得 所以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为什么小李现在这么成功 那么凯利呢 这个凯利就更不用说了 凯利在这个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就甚至是自己是开广告公司的 所以对这个市场营销是更重视 专门给众说企业 他比如说新材名要上市 都是给他做宣传的 对对对 就真的是老本行 虽然现在转行卖了 就是卖房子了 但是实际上还是跟人打交道 对对 还是做宣传的 所以就正是因为这样了 所以我们几个走到一起 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多种多样的 非常立体的 定制化的这种营销的方案 那么实际上我自己 我自己的目标很简单 就我们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帮助客户卖房的 就是多快好省 那么多我们要多卖 对吧 快呢就是我们希望 在这个市场上 我们迅速的让客户的房子走掉 对吧 那么好 我们希望卖出 最好的价钱 最满意 我们让我们呢 就是说 我们不敢说 我们把这个价钱给弄得 多个多多不高 但是我们给你找到 为你这个房子 能够付出最高价的那个人 对 我们通过 不让这个人漏网 对对对 让所有人都知道 对对对 那么多快好省 那我们要提供 富有竞争力的市场的方案 对吧 别人能够提供的 我们也能够提供 别人不能够提供的 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 其他的 其他各种各样的宣传的方式 是 那么 我们其实我们想 根据一些来案例 然后来呢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么具体这个房子 应该如何来 来做市场 这个 我们可以让凯利 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 凯利有很好的 这个经验和案例 好的 其实 作为一个优秀的中介来讲 我觉得就是说 在拿到一个房子上市之前 其实我一直很认同 卖房子 并不是简简单单就插个牌 简简单单就做open home 让房子都卖出去 绝对不是的 我相信房子 从上市之前的 你的给 给房主的专业的意见 就是你该怎么 把你的房子卖相 弄得好一点 因为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 房子不同的卖相 那售价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 看我们三个的盘 感觉都是经过包装过的 看起来都状况很好 很吸引人 所以你看我们open home 好像格外来的人都会多一点 我觉得这跟房子卖相有关系 那反过来说 除了卖相以外 那照片也非常重要 所以说我们 基本上都有固定用的摄影师 就是我们就等 也等到他来拍 都是要专业摄影师 所以我们的照片 真的会说话 很漂亮拍出来 那所以open home 人就会多 因为看见房子 不是从走进房子开始 是从网上 看见第一个照片开始 它是一系列的 包括就是说 你的家居的收拾 这是我们一系列的 一个团队这样子 那说完这些 当然就是说 针对您房子 不同的房子 不同的就是我们 给它定位的这种市场 那宣传也很重要 就是说您的房子 主要是在哪些媒体上 做推广 我觉得这个 对于一个就说 专业的中介 这个非常重要 我就插一句 刚才凯利 我觉得说了一点 很重要 就是这个定位 这两个字 其实我干一个房子 我走进一个房子 做prezo的时候 我第一个印象 我会卖给谁 谁会为这个房子 付出最高的价钱 对吧 谁会 这个房子 有的人很多人会喜欢 有的人是捡便宜来的 对吧 那么有的 那么定位为什么重要 因为你下一步 你怎么做这个媒体的方案 怎么收拾这个房子 对吧 怎么宣传这个房子 怎么广告 怎么写 要根据这个来设计 如果它是针对 它主要的客人 那么这部分的人群 你要重点在哪个媒体上 做广告 对对对 那么不同的房子 它不同的 就是说买家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针对 不同的市场 来重点做宣传 那我给大家举个 特别简单的例子 因为这两套房子呢 是属于完全不同的 两种市场 那首先就这套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房子 它是我之前卖掉的 一个在沃特威尔 一个全新的房 它是一个洋人 开发商卖的 它当时为什么选到我呢 因为沃特威尔 是我们马尔伯边上 它在就上市之前 它就是搜了一下 就查到 知道凯利是马尔伯 卖的最好的 所以他找我去谈 然后聊得不错 就给了我 其实挺荣幸拿到这个盘 房子很漂亮 我当时 因为沃特威尔这个区 实际上很多华人 非常喜欢 因为它离英尼泰克大学 非常近 所以我当时跟房主 我们商量的说 这个房子 主要针对的 就是重点宣传的媒体 还是以 就是中文的为主 华人 事实证明 这个房子最后 买的买家 也是非常年轻的 中国夫妇 他们来买的 那这个房子 就是我除了在 基本的一些媒体 比如说 Tradery Me 那些就是洋人看的 包括就说英文的 Poverty Price 做了广告 那么重点还在 我们中文的报纸上 给它做了个头版头条 大家可以看到 封面 所以它的效果 是非常好的 欧尔伯来了 一个半小时都不能走 就是说一直不停的经验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而且这个房子 它当时拍卖 选择的是在现场拍 效果非常不错 反正就挺满意的 一个价钱 对我们顺便说一句 Buff Thompson 实际上是可以做现场拍的 对我们很多是现场拍 小李有很多拍 而且不令收费 对啊 而且现场拍 跟在我们在 Occion Room拍的 收费 就是没有额外收费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呢 也就这个节目啊 观众朋友的要求 我们想聊一聊 关于装修这点事 就是说 您就是我们华人朋友 经常有的时候 愿意就说 买一个房子 Drop 我自己装 有的是买了 就是装油和自己卖 把它卖掉 也有的是买了 想自己住 但装修里面 有很多的 需要注意的事项 我们想尽我们自己的工作经验 跟大家聊聊这个 今天主要就是 有关于装修的那些事 对 跟装修有关的东西 其实我们现在 有的买家啊 客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说 小李 我想找一些 Drop的盘 我呢 我是 一个是 我想碰点好的 我自己装了以后 我省点钱 我可以用来自己住 或者是呢 也有的客人 他是投资的 经常搞 经常搞装修的 然后他就说呢 我自己有点手艺 我打算买了以后 自己装一下 然后我再卖出去 赚个辛苦钱 我觉得 这个这样的买家 还是不少的 我们呢 就对于 就我们所了解到的 这些知识呀 这些东西呀 希望给大家 在装修的方方面面上 我们说的 这些东西 希望对大家 能有点帮助 我们其实就是想 跟大家来交流一下 也很多人来问 就是说 哪些是最值得做的 这个钱花在刀刃上 哪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哪些事情呢 是可做可不做的 哪些事情呢 我个人觉得 有点浪费钱 如果你要上市的话 有点浪费钱 那么其实 其实我觉得 第一个 我们很多 特别是很多 华人朋友的 这个误区 就是说 这个装修 跟这个改建 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那么如果你对房子 如果有任何的 这种改动 结构上的 比如说 我增加一个 增加一个厕所 一套的浴 哪怕是加一个 这个厕所的码头 或者是我 搭一个阳光房 或者是我把我的车库 比如说改成sleep house 那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 甚至比如说 我比如说 我想把我的这个claring 这个外墙 这个pluster 有一部分的pluster 改成weatherboard 那么这些都是需要 需要这个ccc的 就是你要去申请 需要 需要 然后要ccc 那么这个过程呢 要花一点时间 要找人来画图 然后呢 这个要花一点钱 而且这个呢 是必须的 这个说一定不要说 我怕 我为了麻烦事 为了这个省点事 然后错过这个过程 我们遇到很多 因为现在呢 银行对这个房的 要求也特别严 我们遇到一些 一些property 他因为里面 加了厕所 或者加了一个阳光房 写下这个条款 所以银行呢 保险公司不愿意的承保 那么银行也不愿意 给他做保险 所以银行既然有 即使有贷款的预批 他也不会喜欢 就银行可能也不能 给他贷款 不愿意承担 这么大的风险 而且呢 很多 包括很多华人 他看到有这种非法的这种 他就转身就走了 对 再喜欢也不会 对对 其实这里面 花了钱 然后还有反作用 这里面可能是有个小误区 就是我们很多华人朋友 会觉得可能这房子 我买过来 我并不是说装修以后 马上就卖 他可能想 我要住很久 很多年 觉得去审批很麻烦 因为你还要画图 还要去报批 可能需要好久 而有的觉得 我在骑房 就加一个马桶 好像也不费什么事 反正我请的都是 正规的水工 可能就不需要去报批 他有这么一个误解 作为我们地产经济来讲 因为这个房 即使您现在不卖 早晚有一天 您都会卖 房子里面有这种 非法的东西 就没有报批的东西 真的会严重影响到 它的价值 而且对于销售来说 非常的困难 对我们在上市之前 我们要问业主 必然要问的三个问题 就第一 你的房子 有没有任何发现过 有没有漏水的情况 如果有 哪怕你三年五年前 你修好了 你要告知我们 我们要告知给买家 这是第一 这是我们法律 这套我们前leasing form 都会有的 对 那么第二 就是说你的房子 据你所知 有没有任何不合法的 这种 这种 加建改建 对 那么你必须要告知 那么第三点 就是说 在你这个 在你这个property的旁边 就是附近 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要 市政工程啊 前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之类的 那么这三点 是必须要告知的 所以呢 你在 就是在卖房子的时候 你也有义务 我们也有义务 然后买家来知道 那么有的买家会在乎 有的买家不在乎 但是我们希望所有的买家都觉得你这是一个bonus 而不是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对 其实买家在乎还是因为可能会影响他银行的贷款 因为如果你房子里面有非法的东西 就是说出了什么事情保险公司是聚赔的 那也就说很多银行会因为这个保险公司不赔 他不不把这钱带给买家 对 他并不是说很非常建议这个就你加了个马桶 你多一个马桶肯定是比少一个马桶要好用 对吧 但问题是他银行贷不了钱 他没法买您的房子 所以您不要因为这点 就是说图着点暂时的这种省事 影响您这卖房子的大事 对 我们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房子 就是说他是 他是一个欧洲人 他在住人的房子 他这个 他这个楼上是plus的 他说那没关系 我在欧洲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一颗view的 他就他做的很漂亮 他把这个plus的整个recreading 他底下是weatherball 做成一样的weatherball 谁也看不出来 他是他是重新做过 重新刷的游戏可漂亮 然后在做的时候 就是我们给他上市的时候 就问他说你这个 一直都是这样吗 他说不是 我两天前 我说我花了好几万块钱 我花了好几个月 我把自己花块钱弄了 我说完了 这个糟糕了 因为我们recreading cd console有很严格的要求 然后去cd console 去问这个事该怎么办 cd console说 只有一个办法 而且你现在必须要做的 就是说你把这个weatherball 全给我拆掉 然后重新做recreading 这钱都白花了 这不断白花了 拆下来又是一笔钱 所以这个很贵 然后他一下子 这个房产的价值 一下子可能就跌了几十万 其实爆批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 就找个设计师 给您画个图 可能一两千块钱 然后爆批的时间 也没有那么长 两到三个月就下来了 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 但是你多花这一两千 你将来房子卖 像刚才绍成说的 这个recreading是大的 那有些观众或者观众朋友们就问了 那我什么东西我需要爆 有时候不需要爆 像这些就是我们叫structural change 就是有结构性的改动的东西 是要爆批的 还有呢就像是说有水啊 电啊涉及到水工啊 就这些专业人士来做的东西 也是需要爆批的 那像您说如果您的 觉得厨房旧了 或者是说deck旧了 光把板换一下 原来的结构都不变 而且或者说是 我这个窗子原来是这样的 我把它同样大小 我换成一个 就是双层玻璃啊什么的 像只要这些结构性的东西 没有变的话呢 您是不需要爆批的 像具体的这些东西 cd console的网站上 都有一条一条写的特别清楚 像这个包括 不好意思啊 像包括这个太阳房 那天我接触到 我还上网亲自就是查了一下 像太阳房超过一定的平米数 是需要爆批的 从二十平米 不是我查的是五平米 所以您还是得自己上 cd console的网站 好好查一下 可能是各个序的不一样 对对对 然后小于一定的平米数呢 就是不需要爆了 所以这些细致东西 您可以上cd console的网站查 或者呢给cd console打电话 都是非常好的 要这个工作提醒您一下 不能说我全都干完了 然后我再去问 我要去做之前 就给cd console打电话 申请consent 批下来了以后 您再动工 如果你没去申请 先动工 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就是您还得重新拆 拆完再花这钱去做 因为就是说 你做完了以后 有没有这个亡羊补牢的办法 其实也有 那么你之前申请的 这个是building consent 然后拿到的这个是cdc 但是如果你已经做完了 你现在补 那你拿到的我们叫coa 如果更老的我们叫safe and synergy 对我们就是一个记录而已 就是说cd console说知道了 你这没事 我不管你了 不会惩罚 不会罚你 不会让你拆 那么coa呢就是说 那么就是我们接受了 他重新来看一下 做一个inspection 但是他会在coa里 他会写notes 说因为已经做好了 所以里头有些东西 我们不能看 所以我不能保证等等 他会写这样的东西 但是呢 这个前提也是你的这个改建和扩建 这个是比如说你有改动水 是合法的水工 有水工的签字 之前的报告 你都改建扩建 不影响它的结构 如果影响了 你让city console看 那对不起 你给我复原 你必须要复原 你不复原的话 你过去 city console会给你很大 可能会给你很大很大的罚款 而且你的邻居可能会投诉你 那我有这样 我有个客户 在买了我的房子以后 比如说他这一个车库 本来里边有个sleep house 他没有说任何东西 然后他就直接就是找了工人 就开始把它改建成 粮食一厅这样的 那么被邻居投诉 然后console来了 说你这个必须要立刻停止 所以很麻烦 之前我不少人都其实遇到过这样的 我以前有个客人 他把车库里面他没改 他就叫 因为他楼下有两房一厅 然后呢 楼下没有厨房 他把车库 车库这个 本来是有个内进的双车库的 他把车库在那个 最靠墙的那个角落呀 加了一个 加了一个厨房 加了一个水池 然后邻居投诉了 然后呢就只能是city council来了 说你必须得拆过来 其实可能是对于我们华人朋友来说 这方面问题比较严重一点 就是可能是基于语言的原因 或者说我嫌麻烦 就是特别不愿意去报批 实际上 其实报批没大家想象那么复杂 而且你把你的所有的房子的 里面的东西全都合法化 一定是保护您最大的利益 因为你将来卖也不想到价值 出了什么事 保险公司也能陪您 但是话说过来 车库里的厨房是保护不良的 那是这些 有些东西是不能 不是你想象的就都能弄的 两个厨房就是兴致就变了 而且像那有的朋友要是说 那我买的时候 这个就是没报批的 我当时是知道的 但我想上市怎么办呢 其实我通常建议 如果您觉得这个 之前有水 像有水的改动 有水工的这个签字呀什么的 您可以跟city council打个电话 申请一个 让city council派个人过来 直接做个final inspection 直接检查一下 如果要是合法呢 咱们把它尽量的合法化 这样就省着我们 在open home的时候 介绍完了您这个房子 哪好 大家都挺喜欢之后 然后还得说 但是这个就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favorable 对对对 立刻就少了五万 对 我得问问银行去了 然后这个说完这个 其实刚才我们说改建 说的时间长了一点 其实我们另外一个 想说的就是说 如果你的预算有限 那么到底你做哪些工作 我觉得是最有最有效果 来准备这个房子 那么其实我我个人感觉呢 就是说对于房子来说 呃刷油漆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 对如果是你房子 换地毯 对以外的油漆 刷油漆换地毯 这是一个最基本 最建效果 而且呢 花钱呢 还不算特别多的 但需要提醒大家呢 就是有些房子 刷油漆呢 比如说他房子 原来有墙纸 那么很多人的愿意说 呃 把墙纸不撕掉 直接在墙纸上面刷 很省钱很快 一个礼拜就可以做完 但是这么刷呢 我个人觉得呢 很多时候呢 会有一些 不好的效果 完美生活品质 从古宝橱柜开始 地址 14号 Aumiston Road Eastamark 电话 092749188 深入分析房产走向 网络最新上市楼盘 透露房产买卖技巧 请您分享购房心得 TV33隆重推出 全新房产类节目 地产三人行 本栏目 Dial Concept Kitchen 古宝橱柜 特约冠名播出 15年的古宝 不一样的 厨房新概念 欢迎大家 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 周日下午4点到5点 锁定TV33 准时收看 地产三人行 还是想跟大家来分享 分享一个最新的一个新闻 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实际上是 我们这周刚刚收到的 那么就是 这是呢 是由这个纽西兰的房地产协会 这个房地产学院 公布的一个新闻 它是这个BNZ啊 就是BNZ银行 它每年有一个经济师 它会 它每一个月会 会做一个问卷调查 它会调查 新西兰所有的这个中介 当然它会 它会 这个 我也经常 我也经常会填 那有的中介会填 会填这个大卷 有的人不填 那么我基本上每期都要填的 那么这个反馈呢 这个得到了一个最新的一个 就是中介 因为中介在第一线嘛 就是一个中介最新的 对这个市场的这个感觉 那么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价格的变化 都会很敏感 因为有LVR的新政出来了 那么市场到底怎么样了呢 我想以这样一个来开头 这样一个题目来开头 那么这个调查整个的一个题目 叫做什么呢 对于买家来说可能不太好 这个题目叫做 对于买家来说 没有什么好的新闻 No good news for buyers 没有好消息 对于买家来讲 这是这个新闻的标题 那么这个survey呢 是等于是整个9月份的 那么有418位这个中介呢 来做了这个做了调查 做了填了这个调查的问卷 那么总体来说 我们可以有这样几个关键的词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个盘新盘的数量 会大大的增加 因为买家 这个中介呢 会有大量的这个 接到大量的需求 说我房子在上市 对对对 因为它是 我们家其实就有 对对对 因为这个盘新盘就多了 它这个调查 我觉得好的一点是说 它不是等事实 已经成既定事实了以后 做出来的一个报告 而是说对于将来 未来的一个 包括一个预测 因为它是说 为什么说 这个房子上 上房子量会增加 Leasing会增加 它是通过做 对中介做调查 每个中介去帮人家做 这个估价 做报价的这个 对对对 数量增加了 所以说 未来将会上市的房子 量应该会增加 近期将会有 很多房子上市 但是 这个但是很关键 但是 从这个调查来讲 这是一个季节性的 对 这并不是说呢 这个 这个卖方的市场 就会缓解 为什么说 它是季节性的 因为这跟 2011年和2012年 它这种上涨 这种房源的数量上涨 没有什么质的区别 就是 以前每一年 都是这个时候 房源大量上市的时候 今年也不例外而已 只是可能今年 因为就是说 前几个月房源 实在是太少了 对对对 所以说 集中在这一个月上市 大家会觉得 哎好 一种假象 觉得好像怎么 忽然间市场上盘这么多 你知道它数据也显示 这个就是说盘多 其实是跟这季节有关系 并不是说 因为就是说 大家都想拿出来买 是因为这个卖房的最旺的季节到了 每年都是这样子 不光是今年是这样子 所以不要指望 就是说这个大批量上市的房源 就立刻会缓解这个卖房市场的问题 那我们接着看这个调查 那么就是说 这个让中介来感觉 就是大家来参观 Open Home的人 是增加了 还是减少了呢 这个是 差不多 跟之前的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跟我们自己的来说 自己的感觉呢 我觉得因为 Spoor Holiday的原因 可能略有下降 但是Spoor Holiday过去以后 我相信又会有一个 报复性的反 甚至是一个 其实每一次的Spoor Holiday上市 Open Home情况都不好 对 我记得上次 上次那个Spoor Holiday 我们拿盘的时候 把我们几个急坏了 说怎么人 怎么突然少了 发生什么事了 对对对 我们三个体验经常会探讨一下 其实总结 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大家都出去玩了 对对对 那么我们接着看这个调查 这个 那么就是说 那么就是这个 有条件的这些合同 就是如果你比如说 你出合同是有条件的 那么这个合同的话 它转成无条件的这种比率 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呢 那么它的这个 这个数据显示呢 是正在恢复 那么在上一个月 在八月份呢 这个数字很低了 就是说有很多 有条件的合同 它最后 最后就fall了 那么那么这个月 在九月份呢 实际上呢 是在恢复 那么 但现在有条件的合同 真挺少的 大部分都走拍卖 对对对 然后即便拍卖过后 留拍的 也好多人就是说 价没到 但是合同还都是无条件的 对对对对 这个就拍卖 就是即使拍不掉呢 实际上也很快 当场走掉啊 或者是一两个周之内啊 因为很多的拍不掉的时候 是因为业主呢 就是说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业主的 它的这个期待值很高 对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是有一些买家呢 它是有条件的买家 它需要 比如说 它做 Valuation Report 因为Valuation Report 可能是五六百块钱 像银行越来越严了 越来越严了 或者是 它需要做 Bit Report等等 那么 那么 所以也会很快 因为 我曾经有一套房子 就是 那个拍卖是下午 就礼拜三的下午 然后这个买家 礼拜三上午发现这个房 然后我上午 带他去看了房子 他特别喜欢 他卖它去了 但他不敢举手 因为他贷管还没来得及做 对对对 但是那个房子 就那么凑巧 那天没有拍掉 那买家赶紧就 立刻就写了合同 很快就劈了 所以就说 我通常 我们的盘都有 对 其实我觉得 房主也不用太担心 就是最坏的结果拍卖 就是没有拍掉 我们再标价卖 也没什么大不了 对对对 而且这个拍卖以后 卖掉是非常常见的 对对 非常常见 像之前 就是说 很多房主 并不一定走拍卖形式的 那不是正常一种卖法 就是把它标个价 是 我们其实可以做个统计 合同我们做个统计 就是 我记得从去年一月份 到现在 就是所有的 由我自己来list 的这个盘 我们可以看看到底有多少 卖掉 多少没卖掉 在我的印象中 好像没有卖掉的 好像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非常少 基本上都是走掉 对对对 然后我们接着说 就是说 这一条数据 我想大多数的人 会很感兴趣 就是说 拍卖的成功率 到底是增加了 还是减少了 那么这个数据来讲 是 基本持平 就是拍卖的成功率 它是跟八月份比 是吧 九月份跟八月份来比 因为八月份 我知道拍卖的成功率 是蛮高的 那么所以 这个成功率是基本持平的 那么我们接着看这个数据 就是说 这个投资者 是这个 这个投资者 买房的投资者 是增 是更多了呢 还是减少了 那这个数据 其实挺有意思 那么这个数据呢 就是说 这个投资者 实际上是增加了 现在这种市场上 投资者反而增加了 那么 那么同时 我们有另外一个数据呢 就是第一次买房的人 这个比率是增加了 还是减少了呢 那么实际上 第一次买房的人的比率 是减少了 那么这个也可能 跟LVR的新政有关系 我想 很多LVR这个 如果是第二次买房的人 那么因为他手里有一套房 他可以掏花不出来钱 所以呢 20% 对他来说呢 没有太大的这种 这种限制 那么反而是第一次买房的人 很多以前可能要10% 或者是15% 这样的比率的 那么现在就做不到了 那么其实 说到这一点呢 今天我其实也听到了一些 一个银行的跟我来说 说如果你现在呢 这个20%你拿 这个你拿不到 让我呢 给他打电话 如果有客户 所以说 说他们银行呢 这个还可以放出了一些 20%以内的首付 他现在是这样 每个银行都有个比 他有个比 但是不同的银行 以前的有的银行吧 他已经用的 把这个比例用的差不多了 有的银行呢 我知道呢 还有一些 所以呢 大家如果 如果你到不了20%呢 首付 你可以试着给我打个电话 我给你介绍这个 我可以给你介绍 这位贷款人 说不定他能够 快要用完了 他就是有配比 好像是 我就说的不准 但是我听说 好像是 你批八个 那个就是 20%以上的 然后可以有一个 20%以下 他是有一个配比 所以说越来越难了 但是他这个配比 可能比如说是一年的 对 所以他也可能 已经用完了 其实这个东西 你反过来想 如果是首次购房的 买家减少了 那么我相信 租赁市场会变好 因为他买不起房 他总有地方住 会租 这就为什么会 投资者现在多了 其实投资者都很精明 他把大家的预见性 也很高 就是凯利刚才说的 这个形式 这个观点 大家也都预见到了 所以说投资者 反而有所增加 这也是合理的 其实说到租金的问题 就是说 最近有好几个预测 说最近的租金 有可能会大涨 因为初次买房的人 他买不起房了 租金有可能大涨 而且根据现在的数据 就是从九月份来讲 基督城 因为之后重建 很多人都要短时间来租房子 基督城的租金 最近已经上涨了25% 所以你说奥克兰 如果很多人 他把买房的计划闲置了 那最近是不是租房会 这个市场会往上走呢 对吧 所以 那么这样几个数据 跟大家分享了 那么 那么 最重要的一个数据 这个 大家觉得 大家觉得 现在这个市场 这个价格 房子的价格 是还在增长吗 还是在下降 还是平均 那么 这个数据 我觉得跟大家很有意思 绝大部分的中介 认为 它还是在增长 他说 这个报告上说 自从两年前 他这个调查开始 开始算起 这个所有的调查 一直显示 所有的中介 大部分中介 都是认为 这个价格 一直是在往上涨的 他从两年前开始 这个就没有变过 都是大部分人 他这个数据是挺有意思 他这个数据这么说的 就是说 认为价格 还在上涨的中介 比认为价格 在下降的中介 多51% 这是很多很多呀 就是说 比如说 我有70%的中介 认为价格还要上涨 有19%的人 认为价格要下跌 那么这个加起来 加起来的这个 surplus 就是51% 就是说绝大多数人 绝大多数人 认为还在上涨 其实我们上期节目 也分析过 这个就是我们三个人的观点 这个房价的走势 其实上次上期节目 凯利也讲过 就是说 房价的走势 取决于它的供求关系 没有发生改变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房产的买卖当中 有多种形式 有拍卖 溢价 Tender 就是这种竞标 各种形式 大家有些 有些 我们的客人 会问到 我买过房子 或者卖过房子 我只用过一种方式 我对其他的方式 或者对我当时成交的这种方式 并没有很系统和深入的了解 而且也不知道说 我卖房子的时候 用哪种形式来卖 会更好一些 更适合我的房子一点 还是说没什么区别 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时间 跟大家讨论讨论 也系统的整理 分析一下 这几种 买房屋买卖的形式 有什么样的区别 然后呢 不同的房子 要为什么会选择这种 或者那种的形式来销售 我们同时也可以给买家介绍一下 因为如果买家参加拍卖 参加Tender 或者参加议价 那么这样的 参加每一种方式 不同的销售方式 那么买家呢 应该来组合来应对 对 应该注意点什么 注意什么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先从这个 现在市场上最普遍的 最流行的 大家最追捧的一个形式 翻漫开始说起 又害又爱又恨 对对对 今年是最常见的形式 卖房那种形式 就是拍卖 基本上我们去 跟房主参访员的时候 基本上都不用说什么 他就说 反正现在市场都是拍卖 就直接走拍卖吧 几乎都不用跟他解释 还有什么其他的 这种卖房的方式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卖房无非几种 一个就是我们经常用的 比较拍卖 另外一个 我标一个价 我直接标个实在价钱 这样我也不浪费买家的时间 可能很快也就卖掉了 再说我要就一种 按标Tender 那Tender呢 就是反正今天 几种形式 我们都会应给大家 主意来讲 首先咱们今天先讲讲拍卖 对 我在网上啊 专门搜了一下 就是什么叫拍卖 我们都参加拍卖 天天看房的时候 听这个房子也是拍的 那个房子也是拍的 那具体什么叫做拍卖 看一下他 这个给出的定义 拍卖呢 是通过公众溢价 来买卖房出的一种方式 通过拍卖买房呢 使得买家有机会 了解到其他买家所给出的价格 从而呢 有助于了解在当时 此房屋的真实的市场价格 他指的当时就是说 现在这个市场上 真实的市场价格 那拍卖的过程 凯利跟我们也再分享一下 看看是怎么样 是从哪开始的 是这个 是怎么样这个拍卖 是从我们是标了一个价开始了 还是说这个拍卖是建议了一个价 还是大家喊的 还是怎么样的 其实这个拍卖的过程 其实都有了 比如说这个房子 他大概其房主 因为底价是提前已经给拍卖师了 比如说底价拍卖师 他拿到的是比如80万 那拍卖师可能会先 比如说来的近拍者 会先邀请大家说 你随便出个价 你看从5060都可以 因为那并不是底价 或者就说有 一个是有买家叫 有的时候如果没有买家叫 拍卖师会说 愿不愿意从60万 大家开始叫一下 就建议一个 对比较低的 如果买家问是 从多少钱开始起拍 那实际上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就是个误区 你可以从一块钱开始起 对 因为reserve 这个保留价 它设计了一定的价格 起拍没有 这个我还真想说 因为我来那个 我来我问home的人 买家会问我说 你这个房子 还觉得自己是 好像看过好多房子了 还问我 说你这个拍卖的 你从多少钱起拍 我说这个没有太大意义 我说要是真说 多少钱起的话 我觉得可能从35万吧 然后过两天 我给他打电话 他当时蛮感兴趣的 然后呢 我给他打电话 问他说 你过两天来拍卖吧 他说我不去了 你那个起拍价太高了 人家跟你那个 差不多的房子 从30万起 其实这个真的 我当时就意识到 我们真的应该在电视 通过这个节目 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事情 起拍价不代表最后 最后能卖价 多少钱成交才重要 对对 最重要的是就是 你因为 起拍价不代表保留价 对对对 因为我们就是为了 让拍卖顺利的进行 比如说他 保留价是70万 也许我们起拍价 是50万或者50万 因为55万 因为这样的话 大家很容易来 没有什么压力 来开始往上叫 或者说有的买价 是不是他说 我举45万 拍卖师有时也开始 如果差得很远 拍卖师会说 那我现在接受 两万两万往上加 或者一万一万往上加 那么 直到他到了 他的保留价的时候 我们在大屏幕上 会写 No selling 对 我们巴夫是这样子 对对对 我们巴夫这样 拍卖师会给所有人说 现在我可以卖了 我也叫 on the market 就是说我已经到了 他的保留价了 那如果你保留价 就是说你只有 你最高的这个 这个投标的人 参与竞标的人 那比如说 他拍到65万 那么业主保留价 是67万 那么拍卖师 就会从今儿撮合 他会跟业主说 你能不能 66万五脉 然后这边说 你能不能出到66万 这边撮合 一旦撮合 那么这个业主 就会重新来设定 当场重新来设定 保留价 比如说从67万 降成66万 重新写 重新签字 然后这边 如果一旦出到66万 然后立刻拍卖师喊 on the market 但这时候呢 我们很多 很多 这个经常去拆卖的人呢 他们知道 有一些很多 那个 很多这个 这个小技巧 他们很多人是 到了保留价以后 他们才开始举手 就像我今天拍的那个牌 这个业主 业主这个 我跟他说 我说 我知道好几个买家 他们还在那藏着呢 就是说 你不under market 他们不举手的 果然业主把 under market 他降了几千块钱 然后又开始 其他买家又来了 其他竞争起来了 而且 像我们 Buffin Thompson 还有一点就是说 大家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我们 我们公司的拍卖 是没有屋主 是屋主是不参与竞价的 就是说不会有屋主 或者是不相关的人 会有agent的 来过来拍 那像有些 有一些 这个 这个是根据 各个公司的不一样 规定不一样 是各异的 像有的公司呢 他就会有说 如果没有人喊价的话 屋主可以先起价 在到reserve之前 屋主是可以 往上加价的 有这种 所以让买家 也得注意一下 Buffin Thompson 是我们公司呢 是没有这种的 对比较透明 据我所知 应该是在市场上 很少数的 我们是 是不是唯一的 我不太清楚 就是但是Buffin Thompson 是从十多年开始 就没有Wonder Bidding 就是没有屋主 而且我们的拍卖 底下很透明 一旦就是到了房租底下 屏幕上马上就显示出来 他不会说 让你接着拍不告诉你 你看过了不告诉你 所以买家这种情况 我觉得相对来说 对买家是很公平的 但是如果没有 Wonder Bidding的话 大家要注意的一点说 如果您要去参加拍卖的话 如果您是准备好了 前去拍的 等一等 没有别人拍一次两次 那您真的要举手了 不举手真的会拍线 就直接流拍了 因为还有一点 可能好多人不太清楚 就是说 如果这个房产流拍了 那么出价最高的这个人 只有这个人 有权利去看业主的底价 对 并且只有他有权利 以底价 业主设定的底价来购买 对 如果他放弃这个权利 其他人才可以递off 没错 所以呢 有的人说 没关系 我就看他等他流拍 然后我再出off 结果过了一会儿说 哎呀 业主底价65万 我可以出到66万 为什么 为什么他就给买了 因为人家出的更高 对吧 人家出的63万 你不往上币的 人家就接了65万了 对 所以这也是要跟大家说的 对 有一点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关于拍卖 就是说我知道很多买家 是想在拍卖现场 等到那个undermarket以后 才举手的 但这样做呢 其实也有一点风险 就是说拍卖师 可能不知道你的存在 因为我之前就有一个买家 有这么一个教训 他实际上是很有诚意 去买那个房 一直在等 结果呢 就另外一个买家 一直在就几个买家在争 他就没举手 他在犹豫过程中 拍卖师就敲丑了 就说这就卖掉了 其实他在想 我现在要不要举 因为拍卖师 从来不知道他的存在 对 所以就没有来给他时间 他来 当你让拍卖师 哪怕你举过一次 拍卖师知道 那边还有一个人 在那有可能会加价 有可能会再考虑的话 他就会看看 他就会观察一下 他会来问你 直到你说不要了 确定不要了 他看见你摇头 所以我觉得让别人知道 你是来买这个房子的 这个重要性 也是很重要的 不然您来干嘛来了 你不能告诉人家 我在这儿呢 但我不举 你注意点 我不可能这样 我觉得还有一点 我们需要跟那个买家说清楚 就是说 那么巴夫托姆森实际上 就是说拍卖来说 我们有时候会写着 除非提前售出 那有的人说 那我能不能提前出价 能不能提前出offer 不拍卖了 我们的回答是 你可以提前出offer 但是我们不能不拍卖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第一你提前出的offer 必须是无条件的offer 并且呢 附上一个10%的首付的一个支票 那当然的 如果很多人说 我只有5% 或者是我Sightman Day要改 那这些呢 如果业主事先同意 我们也可以 我们也这时可以商量了 但是必须要业主提前同意才行 那么一旦你递了这个 无条件的合同以后呢 如果业主呢 他只会说yes或者no 就是说我接受 或者我不接受 他不会给你counter bag 说我递了一个60万 业主给你回个70万 不会的 他只能说接受还不接受 那么一旦接受呢 他并不是说 这个房子就卖给你了 那么我们会提前的举行拍卖 会在两个工作日之内举行拍卖 那么我们会我们的程序是要求 我们我们给所有注册的买家打电话 通知他们 我们要提前拍卖了 那么那么如果在拍卖的现场 没有其他的买家 或者是你仍然是最高的价钱 那么这个房子是你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么就是价格者得 所以拍卖实际上是一个挺公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